水泥園柱上头顶着莲花 吊齐搬驳好无生气 这是被彰化市民嫌弃13年 被封为时尚最丑公共艺术的莲花灯塔 施工所从善如流 敢在农历年前拆除 没想到改建后的模样又被嫌丑 莲花灯塔拆了 中间改铺设人工草皮 周围围上水泥石墩 画上箭头指引方向 新造型怎么看 怎么怪像极了一座墓园 让民众忍不住揶揄 走了莲花宝塔 来了清明小墓 大家都不喜欢 现在是有比较好 可是你在讲有点像是 是没错 像那个莲花宝那个 施工所在年初 花费177万拆除整件 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保留圆环基座铺设人工草皮 原本以为能为市容增填形一项 没想到换了风帽 还是被嫌盗爆 如果透过很简单的彩绘 让它可以更漂亮 我们愿意来实现 施工所说 未来4到5月 周边将进行电线地下化作业 为了避免影响交通顺畅 证实保持原样 在评估该如何修缮 摆脱最丑圆环封号 解中部综合报导